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油价则保持在52.50美元 在今天的话题中我们首先来聊一下投资以外的话题 就是咱们华人或者说咱们大部分人 其实在买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不论是买东西也好 还是买一个服务也好 大家都喜欢追求物美价廉 那这世界上真的所有的产品都是能够物美价廉吗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讨论一下 你说物理物美价廉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百分之百没有错 因为作为消费者来说 物美价又廉 那就意味着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 这个呢是利益的最大化 我们当然是作为消费者是希望用最少的钱 能够买到最好的东西 这个观点不可否认 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投资失败也好 或者说买东西被骗也好 或者说买了东西破了质量不好 其实往往呢是由于我们过度追求这个物美价廉 尤其重点在价廉上 那么相信收音机前或者说这个 咱们视频前面啊 大家做过生意的 开过餐馆咖啡店 或者说是做过进出口生意都知道 你要东西好 那势必呢 这个成本就会高 比如说咖啡 你口感要好 咖啡豆的质量就要好 这个调咖啡的人水平就要高 也许雇佣的成本就会提高 做家具的也是一样 客户要求款式好 设计好 材料好 最好呢再带上个三年五年的质保 买的时候呢还讨价还价 最好拿个免费送货 种种条件放上去之后 那付的钱呢 又希望是比其他人少 或者说比其他的这个 其他商店要少 这合理吗 这肯定是不合理 因为对于商家来说的话呢 这个产品质量和服务 要高于别人 就意味着他投入的成本 也相对比较高 材料高了 人工高了 电租高了 包括后面的服务 维护等等等等 成本都高了 那既然成本都高了 他的售价怎么还可能低于别人 我们这里说的这个物美价廉 大家一定要注意 物美价廉 我们指的是在同一类商品中做的对比 比如说我们买个汽车 想买个豪华车 那么日本的林志 现在叫雷克萨斯 他质量很好 但他的价格 要比宝马奔驰奥迪 要低那么一点 所以他在中高档车里面 他叫做物美价廉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拿着一个买企业 买现代的预算或者钱 你说我还是要买林志 而且我要做到物美价廉 可能吗 完全不可能了 因为人家的成本 或许都要高于你的预算 你怎么卖给你呢 那么昨天我和 世界上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德勤在墨尔本的 一个中国背景的总监吃饭 也聊到这个话题 我直接问他 你们德勤收费 是比外面的中小会计师事务所 贵至少两倍 多的时候甚至于贵七八倍 你们凭什么能够收这么多钱 客户还愿意付呢 他说了两点 他说第一 有一些服务 或者说有一些特殊的 这个审核 或者说其他审计 或者咨询方面的服务 是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做不了的 所以他们能够做 收的价格自然就高一些 第二 更重要的一点 是隐形价值 我说做个税 报个税 或者是审计一下 还有隐形价值 他说对 给我举了个例子 最近他来了有一个客户 这个客户呢 本来做的这个生意 两三年做的挺不错 流水 流水每年已经能够做到 这个六七千万澳元 那相当不错 但是呢 这客户之前自己创业精打细算 每年用的是小会计事务所报税 也就是在年底的时候报一下 也就用两千澳元左右 他觉得呢 很划算 又一直在用 但是最近呢 有一个买家 想买他的生意 就提出呢 我要做一些禁止调查 看看你的财务状况 是不是真的是像你说的这么好 所以就列出了 这个律师给他的这个清单 需要有85份材料 但是这个 做这个小生意 或者说现在生意已经很大了 他每年花两千块钱报税 只能提供85份材料中的 五份 剩下的80份 那从来没做过 这可怎么办 后来辗转呢 找到了 我这个德勤的中国总监的这位朋友 由德勤出面 全面的改革了他们的会计软件 进货软件 以及点货系统 基本上就是把整一个后勤 全给替换了 同时 把所要求的85份文件 全部做完 收了人家 这个不方便说 反正就是十万澳币以上 大家想想看 原先可是一年两千 这是一次性就收了十万 那我问他 那客户不疯了 一下子被收了十万 他说没有 客户反而很高兴 为什么呢 之后那个买家又上门来找他 说你85份材料准备好没有 他把由德勤合伙人签字盖章的全套财务资料 递给对方之后 对方在两天之内 给出了收购价 比原先预计收购价整整那是高了2.4倍 简单的来说 他这十万块钱花下去的收益 可能给他能够带来上千万 或者是几千万的潜在额外收益 这个就叫隐性价值 那么我想这么说呢 其实也是想说到啊 咱们自己 你说我们GoMarket现在中文部 做视频 写文章 写报告 有的时候给客户免费的培训 咱们所有做的这些 难道没有成本吗 我们服务做的越多 我们服务质量越高 意味着我们的成本也会越高 我得请好的人 对不对 大家得努力学习 得花时间了 这些都是成本 那有的时候我们的客户呢 就不理解 他会觉得呢 这个 我觉得我们的收费已经很低了 能不能再打个折 再做个免费 或者等等等等什么 当然从客户的角度来出发 想省点钱 无可厚非 但是我今天要说的其实就是呢 很多时候 质量好 服务好的背后 它的成本也会高 它不可能永远做到 物美价廉 你不可能用一个零制 或者说是一个宝马奔驰的体验 驾驶体验感 你付的钱呢 又是启压现代的钱 这种不合理的因素 或者说这个不是一个双方共赢的局面 势必无法持续 要不就是我们成本太高赚的钱太少 做不了了 不能给您提供服务 对不起了 也 要不然呢 那就是我们必须提高收费 至少我们不能亏 对不对 所以其实跟大家说 有的时候咱们做事或者投资到一定层次之后 或者到一定程度之后 这个物美价廉依然是对的 但是它是在相对于这个产品质量和服务的基础之上 对比同类产品低一些 所以呢 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 这个我们希望能够商家客户都满意 你不可能永远是客户满意 商家亏钱 这生意我没法做 好了 再说第二个观点也是比较犀利一些 就是啊 这个最近也好 我跟这个朋友出去吃饭也好 经常听到啊 这个咱们很多的华人的朋友或者家长 跟孩子教育的时候说到 你在平时呢 学校里啊 少跟其他中国小朋友在一起玩 要多跟澳洲当地小朋友一起玩 不要说中文 经常说英文 要多融入澳洲的主流圈 那么这个观点是不是对呢 今天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也许我的看法你不认同 但是我还是要说 我举三个不同的例子 第一就是我自己 我2001年18岁的时候过来 读到高中 本科研究生在这里工作了三个不同的单位 主要是以老外为主 澳洲当地人为主 在其实澳洲我们是老外啊 不能这么说 我的体验是什么呢 就是呢 你说你和这个澳洲当地人成为朋友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嘻嘻哈哈吃个饭喝个酒 有可能 烧烤BBQ 有可能 但是真正碰到核心问题 敏感问题的时候 你永远是个外人 可能你听了这个视频会觉得 你这说话太极端 是不是 澳洲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 多文化的社会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没错 是多民族 是多元化 没错 但是 这个就要看是什么层次 出去买东西 吃饭 逛个街 没有问题 你要是买个房 带个款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简单服务 买杯咖啡 没有问题 但是 就像刚才的我们说到 德勤在墨尔本500多号员工 平均中国团队和中国员工 创造的业绩 工作时间远远高于当地人 那为什么就只有一个中国合伙人呢 为什么在三十多个总监里面 只有两个中国背景呢 你告诉我这是业绩的事吗 这是钱的事吗 这就不是钱的事 那这是什么事呢 你自己想是什么事 我再举个例子 有一次我跟一个客户出去吃饭 他女儿也在 他女儿刚毕业 谋得了一份在银行工作的职位 在吃饭的时候 他问我 麦克你建议一下 以后我女儿在银行里面 朝哪一方面发展 我说 我建议你做亚洲市场 尤其是中国客户市场 他说觉得奇怪 这在澳洲 咱们不是应该主要 应该做澳洲当地人市场吗 我并没有直接的反驳他 我是说 那好 我想问一下 你女儿的优势是什么 我说的是 对比她银行同一个部门 其他澳洲当地人 她的优势在哪里 这客户想了半天 应该说她能讲中文吧 我说 你都已经说了 您的女儿能够讲中文 能够有中国的文化背景 这其实就意味着 当她开拓这些市场的时候 才有着独特优势 她如果跟其他人一起 澳洲当地人一起去开拓 不是说不行啊 咱们说的是 当你做的是中小生意 中小客户 五万十万贷款 二十万三十万的客户 也许没有什么差别 这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我能够体会到 当你去和一个上市公司聊 你会见的是 对方的董事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一个亚洲背景的银行员工 和一个老外背景的银行员工 同样过去 我并不是说什么歧视 但是从结果上来考虑 绝大部分的大型公司机构客户的 对应客户经理都是老外 极少 极少是有中国背景 或者华人背景 所以说当大家发展到一定程度 或者说做到一定阶级 一定的层次之后 能够发现这中间有一些 敏感的细微的差别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文章中 所看到的一个叫做 玻璃天花板 看不见 摸不着 但是它存在 所以很多时候 我也是想跟咱们客户也好 朋友也好 说到 咱们不用跟孩子刻意的去说 你一定要融入当地的什么 所谓主流圈 文化圈 你想 有多少中国人是喜欢打板球的 打橄榄球的 我想十个里面一个都没有吧 你为了要融入所谓的当地人 你不得不逼着自己去看这些比赛 去学这些规则 内心痛苦不 我就问你内心痛苦不 这就犹如啊 我感觉上就犹如啊 一个外地来一个城市的孩子 为了融入所谓的当地孩子的圈子 不得不逼着自己 比如说去买化妆品啊 去和其他女生一起去逛街啊 但是自己心里很累 既然澳洲已经是个多元文化 多元圈子 这里没有不存在什么主流 这里的主流实际上呢 咱们说的残酷一点 依然是以西欧 安格鲁萨克逊的白人为主的文化 中国虽然现在在世界影响力很大 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政治体制啊 文化上的冲突 现在和欧美那边 其实是有着一定的冲突和隔阂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你说还是要一门心思扎到所谓的 这个澳洲文化中去 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话 我看问题比较透彻 比较残酷比较现实 我就问大家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跟客户说到 你女儿跟其他的澳洲同事相比 她的优势是什么 她说到 她能讲中文啊 或者说她有中国背景啊 或者说她懂得一些亚洲文化啊 这一些 如果我们认为 它是我们的独特优势的话 那你就应该利用这个优势 来发展你的职业规划 而不是呢 我们所谓中国人 有一句话叫扬长臂短 扬长臂短 你长处没有拿出来跟人家比 你拿你的短处跟人家比 你怎么比 可能今天两个话题啊 咱们说的跟投资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呢 我今天是想说一下 因为这两天呢 我遇到了一些 怎么说呢 吃饭聊天也好 或者说是打电话的也好 我觉得有一些观点呢 我并不是很认同 所以我今天借此机会 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观点 就是刚才说到的 物美价廉 它不可能 在达到一定阶级之后 一定高度之后 它不可能存在 只能存在于同类产品中 第二 就是所谓的 咱们说 我们说白了就是 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不要一味着 一味的 盲目的 去 勉强自己 融入所谓的圈子 到后来其实呢 吃力不太好 明白自己优势之后 那么扬长必短 发扬自己的优势 这样才能做到 我们或者说能够把 我们的这个 个人发展也好 团队发展也好 做到最好的结果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观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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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